台大校园选举近期候选人提出的证件以及经历 备受了争议 那么今天台大也举办了台大九合一的选举 各个院所都有投票处 九点半时间一到不少学生到自己选区投票 这回选举项目就包含台大学生会长 学生代表姓平委员 各院所会长等项目 不过其中姓平委员选举备受讨论 一名诚信候选人提出经历中写道 被送过姓平也送别人去过姓平 重点来了曾经和阿嬷有特别经验 后面还刮胡是真的 尽管后续有同学帮忙解释不是真的阿嬷 还是引起外界讨论 会不太确定说他 就是用这样子的证件来选举 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 就是看待就是姓平委员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很丢言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可能不会在大庭广告那样这样讲 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他 想要表达这个意见 也有网友们发现台大第十九届 现任姓平委员会成员 其中一名学生姓名很特别 还有鲑鱼卵三字 原来他是当时鲑鱼之乱改名的其中一人 也是当届高票当选 后续在家教社团免费教学办读 只是台大近期 即先前学生会活动挂布条内容 被质疑业余原住民升学保障 再到经济系政府会长选举其中一组候选人提出证件涉嫌性别歧视 台大也发出道歉声明强调任何违反人权价值和相关法律的歧视 无论恶意或玩笑都不能被接受 也沿拟成立相关委员会 反歧视的组织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平常我们都不会太看得到有人歧视 安地还是有这个情况 台大选举展现学生自治 证件经历发表也成为另类讨论焦点 里边新闻我想找会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